光臨插播最新消息 保齡茶室又有最新的受害者了 這回是臺南市衛生局 接獲了臺南市立醫院通報 當中有一個五十歲的女性 三月二十一號 曾經到保齡茶室去吃飯 那也是點了果條 之後出現了茶色尿 好在二十四號到臺北仁愛醫院就醫 之後呢 到臺南醫院急診 出現了肝腎功能的異常 昨天下午很快急性肝衰竭 趕快住進家戶病房 這是我們剛剛說到最新消息 後續有更完整的內容會隨時為您進行插播報導